竹山它是台灣921大地震的重災區 它以前是個大震 以竹子的產業為最主要的發展 因為產業的外移 快速的就沒落進入到蕭條的狀態 我是感覺走到今天的竹山 它仍然還是在復甦當中 這兩三年的時間 有年輕人開始慢慢的移動 回到竹山這邊來進行很多的創業的項目 然後用自己的努力 再找到這個地方要怎麼生存的一些know how 那每個它的項目都不太一樣 我們都經常會固定定期聚在一起 然後來討論這些東西可以怎麼做 它遇到什麼困難我有什麼資源 我們是屬於經營竹山要有不同的內容的團隊 它每一年要有不同的人事物跟產品跟地方的故事 那每一年只要我們能夠推出有不同人物的故事的話 進來的人他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鼓勵他要支持像這樣的人事物 那以這樣的一個方式 光光才會進入到我們的教育 然後回到我們在竹山做的這種經營的風格 我希望做一套給台灣社會 我想要這樣做 你要忠於你自己的理念 就是我的理念在我這個時代 我能不能夠做得很代表我個人這個世代 我個人的價值跟風格 我希望中國大陸可以因為這樣子 真正的去理解台灣社會真正的那種價值觀的本質跟意涵 你說台灣經驗能夠全部都放到大陸去複製嗎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的人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講的農村跟你在台灣認知的農村是不一樣的 他需要花時間把這樣的一個觀念轉化 然後接地氣 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方式 所以他們到台灣來可以變成觀念上的啟發 就是拼命學習對方的優點 解決掉各自的缺點 第二個再融合起來變成華人社會更多 至少是兩岸的這種典範是什麼 然後帶動政府的觀念進步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現階段我們這個時代可以努力的方向 到竹山旅行 你不應該一直看到慶典 你會發現聚集在這裡的創業者 有很好的社群力 他們轉換了竹山的產業文化到觀光 他們透過共同的思辨與討論 透過資源的導入 讓竹山每年都有新的成長樣貌 更印證了現今的創業不該是獨立分戰 彼此扶持可讓路走得更遠更長久